在动物行为学上,领土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动物固守的区域,以抵御其他种类动物的入侵 这种会保卫领土的动物被称为领土型动物 对于一些动物而言,这种保护的行为主要是因为要确保获取及保护食物的来源,或竹窝槽,或宣誓交配区域,或是吸引伴侣 老虎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领土型动物 很难相信小蜜蜂也是领土型生物种类之一 它们的领土就是那些被它们发现,并且不要别的蜜蜂靠近和采集的花儿 当蜜蜂在寻找花朵时,自然会有一些竞争者也同时在寻找花粉和花蜜 如果你是一只蜜蜂,你会想和你的朋友和家人分享你自己美食来源的花醋 但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同时还有许多竞争对手在周围虎视眈眈地觊觎着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楚且安静地将美食的位置传达给你的朋友,管那些竞争对手的死活 当一种蜜蜂找到一个很棒的食物来源或花朵时 它们会很努力地保卫它不受其他蜜蜂的染指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在有竞争对手存在时 有几种无次蜜蜂会在它们美食的地方置入极臭的气味 这些蜜蜂会以释放出臭的费罗蒙作为食物所在地的信号 借着对花儿所有权的声明 这些蜜蜂发出信息来明确地宣示 它们视此捍卫所发现的花朵的意图 这个动作可以让其他种类的蜜蜂知难而退 也可以让无次蜜蜂 避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防止花被偷走的事情上 也许与直觉反应相反 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它们自己和自己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说较少气味的食物之处也较容易地被竞争的蜜蜂所灵性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员艾利诺·利希腾·贝格说 到现在为止 人们一直以为太招风引蝶的食物都没人敢碰 怕的是引来过多的竞争对手 但是现在我们研究的结果却显示 以敲锣打鼓式的掠取食物 反而告诉竞争对手不要做非分之想 这一发现也显示 竞争对手也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 影响动物之间沟通的进化发展 有时候会是削弱信号 有时候甚至会放大信号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在1859年 提出了一项被称之为物竞天择的科学理论 此理论也解释了生物的主要进化机制 动物在竞争环境下挣扎着求生存 因此 它们为了生存和繁衍家庭 必须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方式 来保护食物的来源及所栖息的地域 蜜蜂也不例外